我过得不好,你们也别想过好,康特的母亲现在是抱着破冠破摔的心态去骚扰他们,无论是老者,还是康特,或者是阿祖法。 大家好,欢迎再次来到阿东的解说,粉丝们如果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阿东,也请大家去阿东的橱窗多多支持一下,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。 工地上,老者没有见到阿萨尔,心中不免生出疑惑,他不知道阿萨尔为何没有出现,这让他心中充满了不安。 前天,老者曾手持鲜花,向阿萨尔表达了自己的心意,虽然阿萨尔接受了鲜花,却没有给出任何承诺。 老者心想,或许阿萨尔还需要时间来考虑,他决定给予对方足够的空间。 就在老者巡视工地之际,那阴魂不散的康特母亲又出现,打断了他的思绪。 他的行为似乎越来越失去理智,不是在工地上找茬,就是在其他地方与人争执。 他直接质问老者,怀疑他和康特藏起了女儿吉尔纳。 老者坚决否认,他告诉康特母亲,自己并没有见过吉尔纳,更不可能做出藏人的事情。 他意识到吉尔纳可能真的失踪了,但这件事与他无关。 尽管老者对康特母亲有诸多不满,但他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 老者也意识到,母亲可能隐约知道吉尔纳和凯尔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,但他并不清楚具体原因。 老者猜测,凯尔想要结束与吉尔纳的关系,这也许是他愿意出售地皮的原因。 老者理解康特母亲的焦虑,他试图耐心地解释,自己和康特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 但显然,康特母亲并不相信他。 两人的对话充满了火药味,最终演变成了肢体冲突。 看到他们两个吵得如此激烈,阿东再一次提醒大家,不要因为看他们的纪录片而影响心情。 阿东也给大家带来福利,放放松。 目前点加的牛出乳营养粉,特别适合中老年群体,平时手脚没劲,肠胃不好,三高什么的,你就每天来一杯。 它的奶源来自新西兰,口感香醇丝滑,粉质细腻,重要的是它不含乳糖,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,特别适合老人孩子使用。 每罐600克,富含乳铁蛋白,免疫球菌,四大益生菌等多种营养成分,每天一杯,营养又健康。 原价为99元一桶,现在下单即可享受优惠。 99元到手三大桶,性价比极高。 在阿东这里可以保证正品,感兴趣的粉丝可以直接点击阿东的头像,前往橱窗选购,谢谢大家的支持。 老哲对康特母亲感到厌恶,他担心附近的邻居会对他有意见。 事实上,邻居已经对他提出了投诉,要求他不要经常扰民。 老哲有这个顾虑,但他越是退让,母亲越是得寸进尺。 他忍无可忍,坚决要求母亲离开,母亲的情绪激动,他最近的生活充满了挫折,他四处寻找别人的麻烦。 今天在工地上又打又骂。 他还对老哲说,今天和他相好的女人怎么不在,他要在那个女人面前揭露老哲的真面目。 他指责老哲外表是好人,内心却是伪君子,还讽刺他老牛吃嫩草,说出去会让人笑话。 老哲不想听康特母亲再说下去,因为他的话越来越难听,他费尽全力想把他赶走了。 但他也知道,他就是一块狗皮膏药,说不定哪天他又会回来。 老哲的心情复杂,他既感到难过,也感到无奈。 他知道,面对这样的家庭纷争,他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智慧来处理。